雙胞胎女團白兔的妹妹Yumi 去年和身價300億的澳門賭王兒子 和遊軍分手 澳門之路遙遙無奇 隨後前男友高調 與新加坡百億富商千金談戀愛 Yumi也不寂寞 日前PO出開心被猛男堂上肩的照片 被問及是否公布新戀情 她曖昧的回應再度引發遐想 白兔經紀公司則回應 小朋友有自己追求的戀情 公司給予祝福 對於Yumi日前的感情狀態 不清楚也不會多加追問 Yumi恢復單身後 接連秀出手捧玫瑰花束 甜蜜摟著陽男手臂的照片 很明顯的是想跟前度一較高下巴 上個月底她又PO出 被猛男堂上肩的甜蜜照 並寫下 只更可以把你舉得更高的人在一起 我人生最快樂的時光 被質疑有心戀情 而白兔日前受訪時被問起這件事 Yumi也沒有否認 更曖昧地表示 讓大家去想像吧 姐姐Miko則解釋 妹妹很愛分享她幸福的時刻 不過Yumi也強調 兩姐妹會在事業達到巔峰後 才結婚 排除閃婚的可能 她的前度 何悠君近日則透露自己八朝多日 並PO出躺在病床上 放鬼臉的照片 但是通事間 千金女友則秀出 與一份成員勝利的合照 現月案偶像比男友更具分量啊 還想拿招如果你壞傷心碑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